那么我们天天登录的都是Barshell Barshell也有它自己的配置文件 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就了解到Barshell里面的一些内容 比方说什么叫本地变量,环境变量 以及呢在Barshell里面来创建一些别名 还有就是我们知道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间 我们登录的时候 Barshell会经历了一些启动或者初始化文件 好,咱们首先看第一个 变量对我们来说的话呢,是可以控制后续程序的使用方法 打比方说,我们可以把一个变量的名字 等于某一个值来进行设置 下面请看我的演示 如果我只是临时使用的话 比方说我现在去查看一个文件,它不存在 目前我的系统设置英文的,它报的就是一个英文的错误 而如果说我把一个内部的一个叫long位置的系统集变量 写成呢,zhcn 这是我们的中文 那么呢,我再去查看这个命令 FD随便写个文件夹 那么你一会的话呢,就可以看到 那你的命令呢,就是结合这个变量来进行调用的 但是我们后续再去操作的时候 它又回到英文的文件夹 英文的提示符里面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说,刚刚这种变量呢 就是临时的修改以后来执行某条命令 如果要将某条命令啊,让所有的程序都去接收它 我们呢,可以在前面写上一个export export就代表是我把这个变量注册为全局变量 我可以把这个显示做x重定向的输出 不管你运行哪个软件,它都会重定向在主机上面来 之前我们在学第一章的时候就有这个实验 所以我们下面来看export 如果我把语言language等于jhcn的以后 那么随之我打开vm啊 或者是我来做一些命令查看的错误啊 又或者是我们做一些别的处理 它都会出现中文的提示了 那么当然的话中文不合适 我们又可以把它做什么 language等于enuunit state 把这个变量修改回来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啊 关于系统变量 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程序使用的有效的 还是它都有效的一种方法 那么系统里面呢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变量 我们在常见的话 有什么pse,parse,edit,history,file 很多很多都可以在存在 那么呢,我们以两种角色来进行运行 首先我在这边终端里面啊 切换一下,变成我的student照片 要想看到所有的这些变量的话呢 我们有两条命令都可以完成 相同的效果 一条命令呢,叫做declear declear的话就是宣明,声明的我们的变量 我们一回车 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个使用过程中间 就有很多很多的变量的名字 我们就要是把它翻页一下 变量过多 那么呢,同样的切到第三个中端上面来 我们是管理员的身份 也可以抢另外一条命令,set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变量的名字 我们也把它分页一下 这两条命令等同的 好,我们这时候来分别切一下 二三,二三,二三 拼命的切 我们在切过中间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变量环境呢 它们是一模一样的 而有些变量环境呢,是独特的 我们切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到 有哪些的有差异呢 比方说我们这里有个EUID的变量 这就是我们的effective user ID 有效的用户ID 作为我的普通用户的student来说 他的ID号是500 那么历史记录的文件的话呢 我就都放在自己目录下的 点八项history 那我们切过去的时候 我们看管理员是多少 管理员的EUID是0 管理员总是0号ID 这我们前面见过的 那么呢,它的历史文论 放在它自己的目录下 所以有相同之处 也有差异之处 这就是我们对比一下 系统环境变量 所给每个用户看到的不同的消息 那好,咱们就来讲解几个变量 以及变量的修改方式 首先我们可以echo一下 第一个变量就是PSE 这个PSE是干嘛用的呢 大家注意啊 我们echo一个东西的时候 echo呢 对我们来说 它是把这个字幕串 原封不动的打印出来 作为一个变量 当我们声明的时候 就相当于是说 我手上有原材料 我生产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不花钱的 没有成本的 但是你要去买 或者租我的东西 就必须给钱 我们怎么样知道 这是个变量 不是个字幕串的 你就必须在前面写上 一个多的符号 那它就成为了一个变量了 我们在用指令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里面具体的意思 去向变量进行转换和翻译 这样看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一个这样长的字幕串 什么u啊 at符号h啊 什么空格w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 pse里面的数字 设置的值 pse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pse啊 它其实是我们一个pumpt 使均 level1 它是我们的一级提示符 大家每次在输入过程中间 你看到啊 我们有一个方括号 对应的都是方括号 中间有个邮件符号 那么呢这里有对应一个空格 这里都是对应的部分 而我们的-u-h呢 那肯定就是发生具体的转换了 你看我们的普通的student呢 它也有这个变量 我们来检查一下 记住要给钱 pse 那么想了解到这个pse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最基本的设计 比方说 我现在做的实验 pse等于什么 比方说啊 我们常见的 你开发的设备是叫路由器 好 我们就把这个路由器这边的话呢 进到它的非特权模式 这样显示以后 那你看看我们的提示符 就成了一台路由器的显示了 好 同理 我们如果把pse改为了交换机 switch 进到它的特权模式里面 那么我们这就是交换机了 所以呢 切入式的开发 就是基于我们这个四颗的设备 减板的 网络版的NetBSD 可以实现一个相同的效果 好 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修改 已经生效了 你可以回退回来 退出以后呢 再重新登录 由于没有保存 它会还原到我们最开始的阶段 好 那么刚刚大家看到是pse的一个修改 和验证的方式 那么紧跟着呢 就是我们去看一看这个文档了 为什么会有这些内容 什么叫做什么 -u-h-w 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去查一下帮助手册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是barshell 所以membarshell 你所看到的信息 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全部的文档 这个文档啊 大概要翻页都要翻十几页 太复杂了 我们就搜索一下 搜索一下-u 斜杠搜索-u这个单词 那么为什么要输入这个-u 这里呢 有个说法 因为我们斜杠本身就具有了它的意思 必须前面加上一个斜杠 让它还原原来的历史 这样的话可以搜索u单词出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u的话呢 就是当前的用户名 我们的大写w的话呢 就是当前的工作文件夹 如果是用户主录的话呢 我们会缩写成一个tel的 就是我们的波浪符号 那么有小写w 我们还有一些别的出现 比方说我们这边 刚刚还有一个h部分 有大h和小h 小h呢 是主机名在第一个dota点这部分 显示出来的 我这里有流乱码 好 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去设置啊 所以下面请看我的设置 pse等于 如果我还是照着原来的方式去写 我也是个u 接着的话呢 我们的at符号 最后我写的是个大h 空格以后写小w 再写方括号 再写我们所说的啊 多了 完了空一格 大家看看这种转换字符 它又是怎么回事 好 我们把ps1给它设置成功 紧跟着我们看这个结果 你就会发觉 哎 我们这个时候的 主机名部分就变得很长一段了 那么接着呢 我们去切换目录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目录夹它是以完整路径进行显示了 这样的话呢 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进的路径越深 那么这个可敲路的部分就越短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所了解到的 ps1怎么去查文档 怎么通过我们所说的 ps1的变量去修改 对当前环境产生影响 好 那么呢 你又可以看我做下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的ps1 我现在想每次输入过中间呢 就要看到我们的时间 那我呢 可以加上用户 我要知道用户 我要知道主机 这回主机我们用一个主机名就行了 第一个小数点的部分 空格以后呢 我们想看看目录夹 我用大小的W 好 那么呢 我们再加入一个时间 at 一个时间 t 差不多了 那么最后多了符号 注意请用单以后来设置 完了 我们这个时候看到 每次你回车的时候 以及呢 你的路径切入的时候 它就只会保留最后一集 你看 我们最后一集 而且这一个地方呢 有一个时间的显示 好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关于ps1的提示符 有ps1自然就会有ps2 那我们来看看ps2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我们echops2的时候 我们看到ps2呢 是这样一个符号 比方说我们常见书指定的时候 比方 less命令 我回车 加了一个引号以后 就期待着引号的另外一边 所以呢 这个时候一直提示我们的ps2的提示符 除非你遇到的是另外一边 这样的回车显示 那么我们把ps2改一改 ps2等于 我们写上一个这样的符号 好 空一个 那么呢 我们在执行上序指令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觉 第二集的提示符就有变化了 就是当你的命令 整体的提示符 第一集还是这个提示符 如果输到没有完成的部分的话 输ps2 那么我们之前也学会一些别的命令 比方说cut命令 在学重定项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行读入内容 你可以看到ps2也被修改了 好 这就是我们关于ps1ps2 以及呢 如何去查文档 再演示一次 main的八效 那么呢 一定要去搜索 杠杠U 先定位到这一节 完了上这一段呢 都是我们可以在提示符中间 所采用到的 我们的一些变量 临时可以做替换 好了 那么 一会的话呢 我们将看看跟系统 至关重要的几个变量 下面呢 请把这部分实验操作一下 小明镜 小明镜 一流 得